民政小组在下午前往了寿风乡光荣活动中心、 越美活动中心还有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进行考察行程 针对活动中心改建或者是要新装设电梯等事宜 民政小组希望县政府可以协助让在地的老大人们顺利使用 民政小组下午则是前往寿风乡光荣活动中心、 越美活动中心以及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进行考察 环林县各乡镇都有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而中央有意将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从明年将纳入社会安全网一室 民政小组建议县政府原型处能够尽早做因应 与其社福机构连结结合办理训练课程 减少磨合的时间 更要照顾到目前的从业人员降低他们的担忧 希望我们原乡中心的这些社工以及志工 平时跟我们寿风乡有将近6300位的原乡部落的主人 他们最能够了解乡亲的一个需求 那今天特别来跟他们做交流 考察之中也希望能够得到 他们平时在协助我们原民的这个主人之中 有什么需求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考察 能够协助他们来把这些问题来做改善 另外我们民政小组也有来到越美村活动中心 那以及光宏村的活动中心 那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原住民的主人 能够改善这个活动的一个场域 也借着这次的一个机会 了解我们那样补偿的一个活动中心 那第二个那今天回到我们越美部落 那看到我们越美部落这个活动中心是很棒的一个 可是基于这个我们文建站老人家在上课之一 那因为现在无空间障碍的一个设施上 影响到我们文建站的老人家在上课的一个空间 所以本期也愿意去协助让这个无空间 能够去做一个电梯 让我们的文建站的老人家能够很顺利的上来二楼 光荣活动中心是一栋屋林超过36年的移动建筑物 目前地方上是希望能够改建 以符合地方上的需求 越美活动中心目前为长教据典所使用 但没有电梯设备导致了长辈们上到二楼相当不方便 民政小组希望县政府社会处协助相关的经费争取办理 以加汇在地长者 记者刘明胜受风箱采访报道